所以这就要求家长在宝宝日常饮食的时候要多加注意,少让宝宝吃三千,多吃苦。 1.油条 豆浆油条相信会在很多人的早餐中出现,方便又美味,并且油条又酥又甜,也会伸得很多宝宝喜爱。 虽然宝宝喜欢吃油条,但是家长一定要让宝宝少吃,因为炸油条的油是经过反复用的。 并且油条中含有大量铝元素,宝宝身体比较脆弱,铝元素能够引起宝宝记忆力下降,大脑发育吃完。 2.水果罐头 3.白糖 促进宝宝大脑发育,还是应该让宝宝多吃苦。 促进宝宝的大脑发育,海藻相信大家都知道,虽然海藻味道甘苦,但是海藻中含有丰富的DHC。 对宝宝的大脑发育有些积极的作用,并且海藻没有经过海洋环境,更加绿色健康适合宝宝使用。 所以家长在日常可以多给宝宝吃一些海藻制品,比如海藻草油等。 所以家长在日常中一定要注意,甜美的食物不一定对宝宝大脑好。 促进宝宝大脑发育,有时候还是要让宝宝吃点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节目